近南大学戏剧社在今年6月14日及16日将进行公益舞台的演出 除了是要展现戏剧社多年来成果外 门票所得也将会捐给公益机构 以达到回馈社会的目的地 那就是我们在筹备期间其实遇到了一些 就是遇到一些困难 就是可能经费上面的不足或者是资源的不足 或者是可能没有那么多人支持 但其实我们都很努力的在克服这些困难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想在最艰难的时候 还是带给大家就是最棒的一场剧 而这次记者会以剑南风为主题 是因为戏剧社经费不足 希望这场公益的演出能够有社会爱心的支持 有鉴于戏大戏剧社的窘境 一家爱心企业也特别捐赠 希望透过捐赠经费让极大的公益演出 能够顺利办理 并且借此抛砖引玉 让更多人共同来参与 当然这一次也这样有一个机会 我们只是尽一个小小的这个能力 然后能够对这一个的活动 能够有一个推动一个帮助 我们希望这样能够有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 未来能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 他们能够重视到这样的一个活动 新议员叶仁创肯定爱心企业支持公益的爱心 也希望借由他们的抛砖引玉 民众也能够来支持 技大戏剧社公益的演出 我们南投一个和貌企业的黄博士 黄总经理 他个人也来捐赠社团 让他可以营运下去 二方面也借这个机会来做抛砖引玉 让在地的乡亲 让看到讯息的群众 对戏剧方面 如果有热情 有愿意帮忙的话 希望大家都来共享盛举 新议员陈怡君表示 技大戏剧社的演出非常专业 而且戏剧主题非常引人审思 也邀请大家6月14号也能够来艺文中心 欣赏学生们精彩的演出 那我觉得他们讨论的这个主题叫做 什么叫做一个有用的人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那也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 那很期待呢 他们的这个完整的演出 在6月14号 邀请大家到我们埔里的艺文中心 来欣赏这些孩子们精彩的演出 副一长潘毅全肯定技大戏剧社 以及爱心企业回馈社会 热心公益善心一举 也期望透过他们的抛砖引玉 大家也能够来重视 让社会能够更加温暖 记者陈伟一 普里采访报道